我們現在增兵制取消 下年都農百歲兵 你沒找兵 你還怕大聲碎聲 你要務實 坦白講 兩岸關係 如果能夠務實的去處理會好很多 你跨台獨 又取消增兵制 那你的狀況 連美國國安部都說 你這樣兵夠不夠 美國國安部的要求是你要撐48小時 所以我們人的問題就是說 民意專業價值 專業還是要 我們就是政治嚴格專業 要專攻給 木兵制它是一個精兵政策 精兵政策最主要是展現我們自我防衛的決心 我們不跟中共做軍備競賽 所以我們必須要建構量勢直軍戰力強的軍隊 這樣才能夠保護我們的家園 守護我們的家園 因為它戰力強 各位是想四年的資源儀跟一年的義務儀 是哪一個自戰力比較強 這個答案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們是依據我們自己防衛的需要 展現我們自己的防衛決心 來走木兵制 他們會講 我們回去會查資料 他為什麼特別跟你講這個 我跟你講這種資料 拜託 你以為我那麼聰明 我也會懂那個什麼 什麼木兵制 什麼真兵制的問題 這是美國老大哥的意見 他的肯慎 英文叫肯慎 所以國防重點不是木兵制 真兵制 叫國防戰略思維 如果你的戰略思維是這樣 執行這個戰略思維 你要多少的編制 武器要買什麼 這是整套的 所以你不可以說不一致 今天問題是有出現不一致的現象 我覺得這還是整套的 所以重點不是木兵制 什麼真兵制 這可能是叫國防思維 我跟你講到今天為止 柯文哲在台灣主體性 台灣的優越性 或是對台灣民主自由的堅持 或是說對台灣這塊土地的 什麼感情或什麼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不過講的就是兩岸一家親 當時要講兩岸一家親 當時要辦四大運 你總是要辦下去 兩岸關係是這樣 我們也沒有說要去跟人家統一 我們也沒有說什麼 一個中國 九個公司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 我們說我們就表達一個善意 讓年輕人有城市交流 經濟交流 總是還是維持 我也沒有那麼意識形態 坦白講外科醫生還是比較務實 你每天這樣摸起來 我都搞不清楚 我只是表達 我是講過 國防經濟該準備 我們還是要準備 對不對 我們只是說對方 要表達一個善意 你每天要搶家搶父 要搶拼命 到底是在摸起來 我有看過 來 這些政治人物的兩岸主張 來醫院怎麼看 我覺得科匹講國防 這個部分實在太不專業了 他連當時 因為第一天他就說 你要台獨 你怎麼不要徵兵 他第一天的時候 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他是罵這個話 是罵台獨 然後把台獨跟徵兵掛在一起 去罵給老公聽的 所以他昨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改口了嘛 他開始說這是美國問他的 所以這個事情又變成 這個情況跟 我認為科匹要慎言 而且這一段話 我希望他的幕僚 要再去查清楚 因為科匹正下 把這個責任推到說 是美國人問他的 是老大問的 他說是老大問的 我覺得這個是嚴重失言 就算是美國人問你的 是美國智庫哪一個人 這個話 美國智庫等於美國人嗎 美國人等於美國 叫做老大哥嗎 做一個要選總統的 應該這樣講話嗎 所以我認為科匹 昨天這個提到的徵兵 把他跟台獨掛在一起 也是非常非常不應該的 因為徵兵這當時是國防部 一起出來處理的 這跟臺灣是不是主權獨立 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要把這兩個掛在一起 把兩個掛在一起 是意圖要講給老共聽的嗎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其實提到 科匹剛剛講的那幾個東西 比方台獨徵兵或美國等等 表態很清楚 其實他開始 因為聲浪不夠高 他當然他在這次過年的時候 去跟網紅 跟一些網紅同臺 可是講的又是那些五四三 吃什麼玩什麼 又參加漸漸進食中 就是大胃王的節目這些 那結果收視率其實沒有那麼好的 然後所以他接下來 又要來玩一日雙城還一日雙塔 以我來看這些就是老梗 我也蠻幫他的幕僚擔心的 就是怎麼會都是想出來這些老梗 所以接著又回到了這個外星人的節目了 這個完全複製四年來 這整個的邏輯 就是當科匹的民調不夠高的時候 當年是什麼拉抬 我再講一次 因為上次講完之後 他發動網友在網路罵我 當時是燈結就此刻 用燈結先用活動拉抬 以我的經驗其實 民調支持度低的時候 有幾個拉抬方法 拉抬方法 那他現在完全都是舊把戲 就是這樣 當然每個政治人物都這樣玩的 第一個策略是什麼 辦大型活動 一般可以拉三趴到五趴 這個我們選舉的鼻祖 當時的陳水扁總統 他每次大型造勢環之後 他就會拉高起來 所以當然 所以燈結是大活動 世大運是大活動 所以燈結一個 基本上是四千萬起跳的活動 他當然拉三趴到五趴 活動辦得好的時候 跟地方接地氣 他就沒有問題 所以當時柯P一個這個起來之後 接著他就出去南向 南向訪問當時一週內 要上三個頭版頭 當時很謝謝中叉報戲 真的很幫忙 一週上三四頭版頭之後 搶得了聲浪 他的民調大概再增加三趴左右 再一個世大運之後就回來了 所以柯P現在完全玩舊的把戲 跟當年一樣 所以網紅 然後接著登結 接著出訪 所以我可以想見 他到以色列去 第一個他一定講人家的真兵 然後接著看人家的防空洞 你如果做以色列航空洞 還可以看到下面 還有這個反飛彈系統 他現在想幹什麼 他應該講他主張 他主張簽名接兵不就好 他又不敢主張 都講別人講別人講 所以柯P講的東西是片段 而且他 所以我覺得對於市長最不應該 就是去提到了美國 提到了老共 這些主張要非常非常謹慎小心 因為再怎麼樣 你都是政治領袖 那所以他又有這句話 我也非常覺得很有意見 柯P他說我就是第三勢力 他怎麼會是第三勢力呢 那親民黨到哪裡去了 很聽你的宋楚瑜先生呢 民國黨到哪裡去了 當時挺柯P的 是第三勢力 他認為這些都會全面跟他結謀 民國黨 親民黨 廟天 全部跟他結謀 只有這裡而已啊 其實他忽略了時代力量社民黨 還有當時的白色力量 真正的洪仲秋 是當時為什麼叫白色力量 洪仲秋是發起了大家穿白襯衫 還有當時太陽花雪雨 這些才是第三勢力 所以柯P不可以一個人 把第三勢力都收割了 我再講坦白一點 韓國瑜起來也有相當程度 利用了一點點第三勢力的力量 還有一些的 一些的網友的部分 他人家也是也有 所以柯P不可以一次把自己做大 把人家收割 但講白了 他就是要選總統 做一個不是說是誠實 不是亞斯伯格政嗎 就應該要講真話出來 我們其實所有的網友 就鼓勵柯P講真話 要做什麼 當然早就做決定了 怎麼可能到現在還沒做決定 還每天育雨還休 油霸琵琶 半遮面 這不是柯P嗎 這不是四年前 大家支持的那一位 有話直說的人啊 這到底是誰呢 然後他說要不要決定選總統 他說該準備要準備 所以這一場選舉就現在已經確認了 柯P對共產黨最大的貢獻 就是成功分裂了民進黨 在上次市場選舉 議員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選票有三成 不要說市長 在議員選票已經流失了 柯P已經成功分裂了本土陣營 讓本土陣營分裂之後 接下來柯P假設是韓國瑜 和民進黨的候選人 當然最可能是小英總統出來 三腳剛才的時候 情況重演2000年的時候 當時連扁跟宋楚瑜 對那當時執政的是國民黨 是國民黨執政包袱 所以是當時最後是 在野的民進黨獲勝 可是就這次來說 如果朱立倫跟韓國瑜出來 不管是韓勝或是不管柯勝 其實背後我們都知道這場選舉 民進黨不是跟國民黨再選 也不是跟柯文哲再選 民進黨現在是跟共產黨再選 2018的台北市議員 已經是從票數裡頭看得出來 柯文哲雖然他以3000多票險勝 但成功列解了民進黨的力量 這些力量在2020回得來嗎 那姚老師怎麼看 蔡英文作為民進黨的候選人 我認為沒有懸念 第一個在現在黨內 所有檯面上的人物 應該都表示不會跟蔡英文競爭 從賴清德、蘇貞昌 以至於所有 現在可以唸出名字的 遊戲文等等 沒有人表達 要跟蔡英文競爭 下一任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在我來看 蔡英文擔任民進黨2020總統選舉的候選人 應該沒有懸念 他的對手是誰 倒是有非常大的變相 韓科如果一起出馬 對蔡英文來講 並非不利 兩個最強的人 其實票員在我來看 有六成以上重疊 瓜分那一部分的選票 網紅的選票 對於蔡英文 幾乎沒有這一部分選票的 蔡英文來講 應該有他的優勢 更何況 柯英文哲至今 還在努力的裂解民進黨 譬如說 他罵髒話 雖然這就是他的水準 他罵髒話 許淑華 罵髒話 那特別強調新潮流的可惡 霍國殃民 他其實非常清楚明白 他這個表達就在拉攏 民進黨內非新潮流派系的政治人物 換句話說 他打擊他刻意的明目張膽的 去校正新潮流 就是像那些人 他這個表達很清楚 現在你看小英執政 新潮流體系已經分享了 整個主要的執政資源 你們那些非新潮流 根本連喝湯喝水的機會都沒有 如果我能夠當選總統 這一群非新潮流的人 當然就有很大的機會 因為我其實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幹部可言的 他向這群人喊話的目的非常清楚 就是要讓民進黨內有一部分 非新潮流系統的人 沒有分配到資源的人 能夠靠山靠海 靠到柯文哲這裡來 以未來仍然有資源可以分享 這種企圖已經非常明顯了 柯韓對撞 當時2018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韓國瑜遲遲不願意北上 跟國民黨候選丁手中合體 他曾經保證說 柯文哲是他的恩人 那2020呢 兩個人會呈現神案的態勢呢 非常謝謝各位 持續鎖定新台灣加油 再會